哇塞 这个红方会用掩体 这么高的智商肯定能赢对不对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剑 欢迎继续观看全面战争模拟器玩评论兵种单位介绍 那么按照这个顺序 这一期应该是介绍超科技兵种 但是红剑要打破常规 这一期的话呢 咱们先来这个金字塔地图 介绍一下玄学兵种 什么叫玄学兵种呢 上一期咱们介绍过平民 介绍过这个棒子手 农民 这一期的话呢 先从这个表弟开始 这个拳击手表弟 为什么他要叫表弟呢 因为有表哥 有表弟就必有表哥 表哥是谁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这边的话上100个表弟 100个表弟要大战 一个表哥超能拳击手 给你们看一下 表弟的话呢 非常的普通 这两个还谈恋爱的 看到没有 手玩手 他们拿着这个普通的拳套 普通的眼神 对视着表哥 金色传说的拳套 以及金光闪闪的这个眼神 仿佛火眼睛精 两开花 这眼睛上开花不得了啊 行吧 咱们来看一下 拳击手40块 150的生命 以及60的移速 和0.5秒的攻击间隔 超能拳击手 3000块 1万的血量 1000的移速 以及0.2秒的攻击间隔 但是 一个表哥 打100个表弟 够了 而且表哥 很爽 咱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表弟 从来不反抗表哥 因为 表哥特别厉害 看到没有 一个强大的表哥 岂是能被表弟打败的 直接就冲上去 摁着这个表弟打 即便好像表哥 已经沐浴在了 这个表弟之中 好像已经被包围在了表弟之中 但是表弟不断地被打飞 对吧 看到没有 一瞬间 表弟 全无 全灭 表哥胜利 可以看出 表哥有多么的厉害 这就是一个表哥的威严 没有这等能力 怎么可能当得上表哥呢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介绍这个兵种 就非常神奇了 这个兵种的话 是1000块的 养鸡场厂长 小鸡人给你们看一下 先放上10个 他这个的话呢 就是穿了一件 你这个衣服 是不是应该跟这个 农民伯伯批套的呀 哦 鸡人应该是这个 普通的变农 偷了农民伯伯的衣服 所以变成了鸡人 这么说的话 农民伯伯原来应该是有衣服的 只剩了个草帽 所以说战斗力 来源于衣服 没有了衣服 战斗力就会变弱 等等我在说什么 咱们正经一点 这个鸡人的话呢 攻击方式简直不可描述 500的血量 80的这个攻击间隔 80的移速 0.5秒的攻击间隔 攻击方式的话呢 每0.5秒 从一个非常不可描述的部位 放出一只鸡 哎 那么接下来 跟他对战的是大鸡人 大鸡人的话呢 4000块钱一只 4万的生命 看到没有 4万的生命 500的这个移速 以及0.5秒的攻击间隔 他这个攻击间隔啊 呃 攻击方式啊 也不可描述 怎么说呢 每0.5秒 从一个非常 不可描述的部位 放出一只鸡人 哎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东西 能生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能生出鸡 鸡具有战斗力 就是这样 给你们看一下 大鸡人真的是 大了好多倍 这帮人的话 连他的这个 这个神奇的 中间这个部位都碰不到 对不对 而且的话呢 这个大鸡人眼球 特别突出 相当突出 突出无比 咱们就来看一下 小鸡人究竟能不能 造反大鸡人成功吧 游戏开始 来吧 小鸡厂厂长 造反了 我的天 这一堆鸡直 好像都是要冲 大鸡人的那个部位 哇塞 这一鸡 太可耻了 攻击方式太残忍了 看到没有 这个大鸡人 不断地生出 这个小鸡人 他们这个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尾巴 不是尾巴 这个衣服啊 尾部 就像一个漏斗一样的 不断地露出 这个小鸡人 小鸡人这个尾部 也不断地露出 这个小鸡 不过呢 这个大鸡人 和他生出来的 小鸡人是连带的 只要这个大鸡人一死 那么这一方 就算是战败 即便这个场上 可能还有大鸡人 生下来的小鸡人 也算是战败 我突然发现啊 今天这期视频 别的不说 CP特别多 给你们看一下 普通拳击手 超能拳击手 小鸡人 大鸡人 以及接下来的 希拉里 还有川普 这两个单位的话呢 参数是一样的 2000块钱 5000的血量 150的移速 0.1秒的攻击间隔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上他 10个希拉里 10个希拉里 还有10个川普 来看一下 究竟是这个希拉里 更胜一筹呢 还是这个川普 更胜一筹 他们两边 这个造型的话呢 都是黄头发 不过这个川普 拿着两把M14啊 希拉里 啥也没有 你这样打 岂不是要输了 对不对 看这个造型 左边这个希拉里 虽然说都是黄头发 希拉里的话呢 更像是牧师 法官 川普的话 更像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对不对 而且希拉里的话呢 有一个项链 不知道什么东西 仿佛非常的玄学 怎么废话不都说 我赌川普赢 对吧 毕竟这个川普拿枪 武功再高 都怕菜刀 何况希拉里 好像只会扔油箭 看到没有 这个希拉里 被节节逼退 啊 逼 What 哦 希拉里好计策 以退为进 哇 两把枪 居然打不过扔油箭呢 说明了什么 政治 在某种程度上 政治和谈 比军事要强大一些 对吧 你要想想啊 这么多的这个战士 基本上政治和谈 一说停 这个兵就不能打了 哇塞 好真实啊 这游戏 不过的话呢 其实还有另一个说法 叫做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对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介绍 今天的最后一个兵种 M16大兵 咱们这边先放上来6个 为什么是6个呢 因为这个美国陆军班 一个班的标准 就是6个人 对吧 先放上来6个 这个兵种的话呢 没有CP 因为它更讲究的是 兄弟情 既然都已经是兄弟情了 还来什么CP呢 对不对 它们即将挑战的是 100个府王 100个府王 给你们看一下 100个府王 130也行 正好组一个520嘛 18000挑战520 它们是一个远程单位 而且的话呢 是3000块钱一只 是3000块钱一只 100的生命 生命非常的低 可以说 府王碰一下 就死掉了 啊 60的移速 移速不算很快 但是攻击间隔 0.1秒 以及 它们拿枪 所以究竟是 府王能冲锋上去 砍死 这些 M16大兵 还是M16能团灭 所有府王呢 怎么 废话不多说 开始 府王正在疯狂的接近 但是他们 每一步接近 都在有人倒下 府王还在冲锋 这个520 究竟能不能 打倒一个美国大兵呢 能不能打倒一个 M16大兵呢 他们失败了 府王最终败在了 现代陆军手里 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 怎么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收藏投币 环节有爱 互帮互助 那我们下期完评论 再见 拜拜